首先我们跟吉祥物家族的三位聊一下 我们吉祥物家族拥有超强运动基因的 百变比利亚 是你们这一组的 还有上天入地大圣 是你们那一组的 还有我们的芒果三兄弟之 迪麦奇 麦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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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麦奇我们首先请三位翻译官自我介绍一下 唐哥好 兄弟们好 观众们好 他讲话筒的 这样很难上字幕啊雅哥 大家好 我是体育主持人刘芳宇 同时也是CBA北京手钢队的主场MC 那么今天呢是作为我们手钢俱乐部的吉祥物匹利亚的翻译官 方宇这个感觉有点像康辉的味道呢 收一点同行了 有点 有点像 有点像 这个脸色 真像 是 大家好 我是刘东 是南京同事队队队员 同时呢我也是咱们大胜的翻译官 刘东你多高啊 我两米一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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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理解我们的不礼貌 从刚刚开始我们三个就从头到尾没有看见过你们 那边长得严严实实的 我到现在不知道方宇老师长什么样子 那边长得太严实了 五一你笑什么笑了 你等会去采访刘东的时候要这么说 请问你这次来到长沙的感觉 我一直在往上看着呢 不然我在跟谁讲话 好 接下来我们的燕子姐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金银卡通的节目主持人小燕子姐姐 今天我是我们麦吉的推荐官 来 可爱的麦吉给大家打个招呼 比心 比心 咋比 比心啊 比心 来这 而且那个麦吉一上来的时候 我发现她的这个触角好像比她的手要灵魂 你还别说我们的触角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呢 触角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呢 那玩什么游戏 比如说拍手版的游戏 拍手版 拍手版 那我们丁真是想说可以 丁真是想说可以 丁真是想 我先示范一下 当你把手放在这里的时候 那他打不到你就会打到他自己的 调皮啊 好 好 你这么灵活 可以试一下 来 第一下中了 第一下中了 再来一下 好 出了 来